民间故事 他因戾气太大无法生活 妻子哭诉道 你这样我可怎么活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在宋朝的时候 有一个名叫柳河村的小山村 村子里面住着一户名叫冯彪的恶霸 此人身高八尺 体型魁梧 身上的肌肉高高隆起 就像一座座山丘 二百多斤的石锁 单手就可以抛弃数米高 冯彪仗着自己身体魁梧力气又大 再加上家里还算比较有钱 在村子里面横行霸道 谁也不放在眼里 只要看谁不顺眼 或是惹他不高兴了 不分青红皂白上去 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村子里面都是一些 老实芭蕉的庄稼人 大家对此都是敢怒不敢言 谁也不敢轻易去招惹他 在冯彪的家 有一个放牛娃名叫刘二柱 刘二柱自有父母双亡 靠着吃村民就计吃着百家饭长大 等到十一二岁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 不想再给村里的叔叔审什么添麻烦 于是就到冯彪家放牛 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 刘二柱在冯家一个月累死累活挣到手的钱 也就够他勉勉强强生活 不仅挣的钱少不说 还要经常受到冯彪的打骂 每次冯彪心情不好的时候 还总喜欢拿他出气 导致他身上总是伤痕累累 经常是就伤未愈 有天心伤日子过得很是凄惨 这天 冯彪带着几名手下在后山抓野鸡 凤巧撞见了正在放牛的刘二柱 冯彪在后山抓了一上午的野鸡 此时感到有些累 他指着刘二柱喊道 柱子 你过来一下 刘二柱听见冯彪喊他 心里尽管十分的不愿意过去 可脚步却缓缓地向那边走去 没有办法 谁叫他给人家干活呢 刘二柱极不情愿地来到冯彪的面前 问道 冬家您叫我过来 是有什么事吩咐吗 冯彪指着旁边的一处阴凉地说道 大爷抓了一上午的野鸡 现在累了 你过去趴那 让我大爷做会 听到这话 刘二柱心里顿时生起一股怒意 简直是欺人太甚 他抬起头说道 牛群要是没人盯这一会 就该跑散了 你 你还是找别的地方做吧 冯彪没有想到 一向你来顺手的刘二柱今天居然敢当着手下的面拒绝自己 这让冯彪感到很没面子 只见他怒目圆瞪 恶狠狠地说 你要是今天不趴下让我坐着 信不信我就打死你的穷鬼 刘二柱看着面目可憎的冯彪 以前种种不堪的回忆历历在目 之前自己为了守住这份工作 总是忍气吞声 活得是没有一点尊严可讲 不如今天就索性硬气一回 大不了18年又是一条好汉 就算被打死也得有个人样才是 刘二柱听起原本勾搂着的身体 语气坚定地说道 今天就算被你打死 我也不会给你做 有本事你就向我打死 冯彪在村子里横行霸道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跟他说话 气急败坏的冯彪 卯足力气上去就是一拳 这一拳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刘二柱的肚子上 这一刻 刘二柱感觉自己就像被一头牛给撞了 痛苦地倒在地上 双手捂着肚子蜷缩成一团 剧烈的疼痛让他有种窒息的感觉 看着到底不起的刘二柱 冯彪依旧觉得不够解气 随后又叫手下上前殴打 刘二柱躺在地上 盼命地用双手护着头 数不清的拳脚就像雨点一般无情地落在他的身上 没过多久 刘二柱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邓彪等人早已经不见踪影 就连那些牛也被牵了回去 唯独自己被留在了山上 根本就没有人会关心他的死活 任由他在这里自生自灭 刘二柱看着山脚下万家灯火 陷入了沉思 过了许久他好像做出了什么决定 对着山下的村庄深深地居了宫之后 转身大步向大山深处走去 一转眼三年过去了 刘二柱的突然消失 并没有给这个小山村里带来一点波澜 只是刚开始的时候 有人会谈起这个可怜的孩子 但是没多久人们就淡忘了 直到最后再也没有人提起 就好像从来没有过刘二柱这个人一样 三年后的一天 冯彪家的大门外 站着一位相貌英俊的年轻后生 他上前敲响了大门 开门的正是冯彪 他看着门外的年轻后生 感觉有些眼熟 可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 在什么地方见过 疑惑地问道 你找谁呀 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吗 其实这位年轻后生 就是消失了三年的刘二柱 他笑着说道 冯老爷 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呀 我是刘二柱呀 难道你忘了 三年前我还给你家放过牛 如今我回来了 还想继续给你家放牛 不知道可不可疑 冯彪听后 这才认出面前的人是谁 他冷笑一声说道 我还以为是谁呀 原来是你小子 你以为你是谁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当我这里是什么地方 刘二柱笑道 那你说 要怎么才能答应 让我继续留在你家放牛 冯彪将紧握的拳头 放到刘二柱的面前晃晃 一脸不屑的道 当初你是被我打跑的 今天你要是还想回来 除非再让我痛痛快快打一顿 生死不论 要不然 你爱去那去哪去 冯彪之所以这样说 其实就是为了故意刁难刘二柱 就像让他像狗一样 跪下来哀求自己 可惜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面对他的故意刁难 刘二柱居然毫不犹依的点头答应道 没有问题 我就怕你的力气太小打我没有感觉 这样吧 你能叫多少人就叫多少人过来 能使多力气就使多大力气 但凡哼一声就算我输 冯彪冷哼一声道 哎呦 三年不见 长本事了 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 说着就将家里所有的家丁 全部叫到了一起 然后对着他们说道 你们给我听好了 一会给我王子里打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 打死了算我的 平日里这些家丁就跟着冯彪没少干坏事 此时听见老爷发话 一个个立马将就将刘二柱围了起来 二话不说 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 有用拳头打 有用脚踹的 更有些心狠手辣之人 甚至手里还拿着木棍的 说来也是奇怪 也就是打了几下 就见家丁们气喘吁吁的 躺到了地上动弹不得 好像每个人都跑了一个马拉松寺的 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反观刘二柱只是身上有些灰尘而已 人却一点事情都没有 他拍了拍身上的图 面带讥讽地说道 你们就这点本事 真没用 这才打了几下就成这个样子 真是一群废物 冯彪脸上顿时就挂不住了 事情发展的方向怎么和自己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呀 他使劲踢了踢瘫软在地上的家丁 骂道 你们这群废物 我白养你们了 赶快给老子起来接着打 小心我扣你们的工钱 其中一个家丁气喘吁吁地说 老爷 真的是没有力气了 他就像是吸水的棉花 只要我们打在他身上 力气就好像一下子被吸走了 我们现在真的是连吃奶的力气都没有了 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冯彪哪里肯相信这种鬼话 他上前一把抓住刘二柱的衣领 卯足了劲就是一拳 这一拳冯彪使出十二分的力气 要是放在平时 就算是一头牛 来了这一拳 估计也能被他打趴下 可今天却是一个例外 当拳头刚刚接触到刘二柱的一瞬间 全身的力气就像遇见了海上的漩涡一样 一下子就被从身体里被抽了出去 随后他就像是瘫暗泥一样 瘫倒在地 就连动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冯彪被一众家丁抬回家中 躺在床上整整休养了三天 身上才恢复了一些力气 但是走起路来 依旧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脚心发软 那种感觉就像是在青楼里面大战了三天三夜四的 冯彪摇摇晃晃的 来到山脚下的一间茅草屋里找到了刘二柱 心有余悸地说道 二柱兄弟 你那是什么功夫呀 当真是太厉害了 一下子就将我全省的力气全部都吸走了 害得我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 才能勉强下地 现在走起路来双腿都还发抖 刘二柱看了一眼冯彪 缓缓说道 这是一位高人教给我的犀利功 只要有人打我 我就可以吸收对方的力气 而且挨打越多 我就可以吸收越多的力气 我在山上学了整整三年 才学会了这门功法 所以现在再也不怕被人欺负了 说完 刘二柱静止走出了房间 来到外面空地上的一块巨石旁边 只见他两只手抱住巨石大声喝道 七 话音刚落 就见他双手用力向上一抛 巨石顿时拔点起 被他居然抛弃了数十米高 巨石在空中停顿了一下后急速下降 刘二柱有用双手将其稳稳地接住 一旁的冯彪 已经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要知道那块巨石 少说也有千八百斤 别说抛弃 就算十几个人一起上说不定都无法搬动分毫 过了好一会儿冯彪这才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山来 他连忙跑到刘二柱的面前扑通一声直接跪了下来 紧接着便连磕了三个响头 一连讨好的说道 二柱兄弟 能不能受我为徒 将这门神奇的功法传授给我 刘二柱一脸为难地说道 那位高人说了 这门功夫不可随意传授别人 冯彪一听立马说道 我怎么算是别人呀 当年你在家我做工 我可是从来没有少给过你一文钱 如果不是我 你可能早就饿死了 刘二柱激笑道 的确 当年你是没有少给我一文钱 但是你也没少欺负我呀 那些事难道你都忘了吗 曾经的往事被重新提起 冯彪听后顿时有些着急 深怕刘二柱记仇不肯教他 不料刘二柱话锋一转 继续说道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当年如果没有那份工作 兴许我早就饿死了 不过想要学习正门功夫并非易事 而且挨打的滋味也不好受 你可要想好了 冯彪担心刘二柱反悔 连忙说道 你放心好了 只要你肯叫我正门神功 别说挨揍就是让我吃食我都愿意 刘二柱嘴角微微翘起一丝弧度 不过立马恢复正常 他缓缓说道 既然你这么想学 那我就破例收你为徒吧 不过你要等我几天 我得去山中采一些所需的药材 刘二柱进山采药走了整整三天 回来的时候 带回来满满一大筐子的草药 他让冯彪将那些草药放在一个大木桶里 然后用那些草药泡澡 需要连续泡七七四十九天 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冯彪感觉全身上下 有使不完的力气 他连忙跑到院子里面 看见一个大树 两手环抱轻轻松松就将一人粗的大树连根拔起 看到自己的力气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冯彪的心里别提多开心了 人的欲望一旦被点燃 那将会是一个无底的深渊 冯彪就是如此 尽管他现在已经有了常人无法比拟的力气 可他依旧无法满足 他叫来全部的家丁 说道 你们给我听好了 一会给也使出吃奶的力气打我 谁要是敢偷懒老子扣他工钱 众家丁面面相去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平日里冯彪对他们也是拳打脚踢 心中要说没有怨气那是不可能的 大家早已怨念横生 只不过不敢表现出来罢了 冯彪见家丁没有人敢动手 立马怒吓道 难道我说的话你们没有听见吗 话音刚落 众家丁就立马围了上去 使出吃奶的力气 开始对其拳打脚踢 可没打几下家丁们就一个个瘫软到底 就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 看着被自己抽干力气的一众家丁 瘫软在地 冯彪得意的不禁大笑起来道 好 你们回去休息吧 明天继续 家丁们一听明天还要继续 一个个哭丧着连苦苦哀求道 老爷 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打您实在太消耗力气了 我们现在已经只剩下半条命了 明天要是再来一次 估计我们就得虚脱而死了 老爷 我们还不想死呀 不管冯彪如何威逼利诱 一众家丁说什么也不肯答应 冯彪为了可以继续增长力气 无奈之下 只好在村子里面挨家挨户地敲门 恳求村民可以打他一顿 平日里村民都被他欺负怕了 一时之间没有那个村民敢动手 生怕是个圈套 冯彪好言好语劝说半天 依然没有人赶上前 于是他就威胁道 今天你们要是不动手打我 我可就打你们 说人一掌拍就拍在了一棵大槐树的树干上 只见一人多粗的大树 竟然被他一掌拦腰打断 村民纷纷拿起木棍 开始使劲打他 就这样 全村上下好几百口 个个都瘫软在地 家在躺了好几天才缓过境 冯彪一下吸收了好几百人的力气 可是说是非常厉害 就连坚硬如铁的鹅软石 在他手中就如豆腐一样 轻轻一捏一搓就变成粉末 走过的路都会留下一串半尺深得足印 就连手掌后的轻石板都会被轻易踩裂 冯彪看着自己的变化非常的满意 可让他没有料到的是一想不到的麻烦 也随之而来 为此他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冯彪意气风发地回到家 伸手轻轻一推院门 就见厚重的院门 咣当一声倒在地上 地面扬起一阵尘土 由于院门突然倒地 冯彪一下没有站稳 手一扶院墙 就见院墙轰的一声塌了 好多家丁被砸到院墙之下 爬出来后都是头破血流 没有一个完好的 家丁们三三两两 一瘸一拐地相互搀扶着去找郎中看病 冯彪看着自己的双手微微皱眉 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刚开始的意气风发 唉声叹气地回到屋里 建屋内的饭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 冯彪坐下刚要端起碗吃饭 海口大的此碗瞬间碎成了四半 筷子刚刚拿到手里 还没有来得及 加菜就断成了两截 就在他望着手中断成两截的筷子出神的时候 屁股下面的凳子也突然间炸裂 冯彪一屁股直接就坐在了地上 不有的怒骂道 这他娘的叫什么事呀 吃个饭都不能好好吃了 伸手想要去扶桌子站起 结果手一撑桌子也塌了 这时他的媳妇正好进屋 看见满屋子的狼戒 生气地说道 到底想要干什么 难道就不能好好地吃了饭 说完就走出屋拿东西 打算收拾收拾 就在这时 冯彪五个月大的孩子 被刚才那一阵的吵闹之声 惊醒哇哇大哭起来 他连忙爬起来到孩子跟前 用手轻轻地拍打着孩子的胸口说 好孩子 不哭 一会妈妈来给你喂奶吃 孩子没一会儿就又睡着了 冯彪的媳妇收拾完屋子回来 冯彪指着炕上的孩子说道 宝儿刚才哭闹 可能是饿了 你去给给他喂点奶水吧 冯彪的媳妇走过去抱起孩子一看 顿时嚎啕大哭起来 冯彪不明 所以连忙走过去一看 发现孩子口鼻渗出了些许鲜血 此时已经没有了呼吸 原来冯彪的力气实在太大了 虽然刚才 他只是想往常一样轻轻拍打孩子 可孩子哪里能够承受不住 他现在的力气 因此就为他活生生地震碎了 五脏六腹而亡 媳妇见到孩子死了 哭得是撕心裂肺 看到一旁呆若木鸡的冯彪上去就撕打 结果还没有打两下 就瘫软到地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此时冯彪也不敢去服自己的媳妇 生怕再失手弄出个好胆 于是连忙喊来仆人将媳妇抬下去休息 事情发展现在这般地步 是冯彪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时的他有苦难言 家已经都快被他给拆了 就儿子也因而他死 冯彪的心中犹如刀割一般 郁闷难受 闷得厉害 刚想躺在炕上休息一下 可刚一翻身 就听轰动一声 炕塌了 冯彪这下是彻底慌了 连忙从一堆废砖里爬了起来 心想 我现在虽然有了神力 可是我却没有办法正常生活 而且还失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不行 我得想办法赶紧便回去 冯彪连忙骑上家里的毛驴 就去找刘二住 谁称想毛驴刚出家门 冯彪就听咔嚓一声 毛驴一下就爬到在地 他也从驴背上摔了下来 回头一看 就见毛驴的后背 已经被他压成了鼻子型 老驴口吐血沫眼瞅着 已经没救了 冯彪也不敢在其任何牲畜了 只能跑步去找刘二住 来到刘二住家门口 他也不敢敲门 害怕将门敲坏后 刘二住一生气不管自己 真要到了个时候可就麻烦了 于是他在门外喊道 二住兄弟 二住兄弟你在家吗 我有急事找你帮忙 刘二住被吵醒后 揉着眼睛推开房门 看着门外灰头土脸的冯彪 好奇地问道 大晚上你不睡觉 有什么急事非得现在说 难道就不能等到明天再说吗 冯彪已经快被急哭了 红着眼睛说道 二住爷爷 你快点想办法救救我 我现在的力气太大了 刘二住笑道 这不正是你所希望的吗 冯彪扑通一下贵岛在地 对着刘二住就是磕头 一边磕头 一边哀求道 我知道自己错了 二住兄弟 你就救救我吧 你不知道 我那刚刚才五个月大的儿子 被我一不小心给拍死了 媳妇现在也怨恨我 我是什么也不敢碰 拿什么坏什么 碰到什么碎什么 家里已经被我快毁完了 我现在是有家难回 有饭难吃 刘二住摇了摇头说道 这能怪谁呀 要怪就怪你太贪心了 力气长得太多了 就算我现在让你打我 我都怕被撑死 你还是字字求多福吧 冯彪连滚带爬的 来到刘二住的身边 抱着他的腿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道 二住兄弟 你可千万不能不管我呀 你看看我现在 身上的衣服略微一用力 衣服就破了 现在身上的衣服 全都成了破不条了 要不是现在是晚上 我都没有办法出门 求求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我 我再也不想有什么大力气了 我现在就想当一个普通人 安安稳稳过日子 刘二住想了想 说道 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有三个条件 听到自己有救 冯彪连忙说道 只要能帮我变回普通人 别说是三个条件 就算是十个百个 只要我能办到我都答应 刘二住点了点头说道 我也不要十百个 只要你答应我三个条件就可以了 第一 必须减少村里所有店户的底租 第二 你要给村里每家每户发一袋粮食 并为以前做过的措施道歉 第三 你要保证从此以后再也不欺负乡亲 冯彪听完没有丝毫的犹豫 指天发誓 立马就同意了刘二住的条件 刘二住将趴在地上的冯彪搀扶起来 转身来到他的背后 对着后背挤出穴道就是一点 冯彪顿时就感觉身体里的力气再飞速地流失 做完一切之后 刘二住说道 我现在已经帮你打开了泄力的穴道 但是至于结果如何还得靠你自己 你得在半天之内将体内的力气全部使完 这样才可以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倘若中午之前你没有使完力气 到时候就算天王老子来也没有办法救你了 冯彪双手捂着裤裆 一脸为难地看着刘二住说道 我现在都没有衣服可穿 难道就这么光着屁股跑吗 刘二住没好气地笑道 废话 你不趁着晚上没人的时候 赶紧跑步消耗力气 难道还要等早上人多的时候再跑呀 现在开始跑 到了早上估计就可以穿上衣服了 冯彪一想也对 也不敢再继续耽搁 洒鸭子就是开始狂奔 这一夜就见一个身穿破不条的光屁股男人 在围着村子盼命奔跑 感觉就像屁股后面有个狗在追他 到了早上 冯彪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路过自己家门口的时候 看见门口的拴马石上去就是一掌 就见石柱断成两截 冯彪见状心中大喜 因为要是搁在昨天 估计刚才那一掌下去 拴马石早就打成了粉末了 冯彪连忙进家将破碎的衣服换掉 扛起粮食便开始挨家挨户去送 并且为自己之前做过的错事诚恳地道歉 等到快中午的时候 全村上上下下一百多户人家 无意一漏的都送了一袋粮食并道歉 这时的冯彪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双腿打仗 看见那断裂的拴马石就又是一掌 这掌下去 差点将自己手给打骨折了 疼得他是直吸冷气 虽然手疼得厉害 但是他的心里却非常高兴 因为他知道自己终于变成正常人了 经过这件事之后 冯彪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仅按照约定 给那些店户减少了地租不说 他也真的不再随便欺负人了 甚至还会经常帮助村里的一些孤寡老人 干些力气活 村里人对他的态度也慢慢的发生了转变 都是他是浪子回头 第二年 冯彪的媳妇又怀孕了 在他的信心照料下十月怀胎 最后为给他生下一对龙凤胎 事后冯彪虽然也知道自己被刘二柱给整了 但是他却没有生气 反而让两个孩子认了刘二柱为干爹 因为他通过这件事 已经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 早晚会遭到报应 还好刘二柱只是教训了一顿 至于小儿子的死完全是个意外 也许就是老天给他报应吧 自那以后 他便真心实意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因为他真正的明白了什么叫行善者 福虽未至 祸以远离 什么叫做恶者 或虽未至 福以远离 所以对于刘二柱 他的心里更多的还是感激 自此柳河村少了一个恶霸 却多了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善人 至于刘二柱的这本门诗 最后有没有传下去 谁也不知道 因为刘二柱从来也没有对人说起过 从那以后他也没有再用过那门本事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